今天和大家参观的单位位于大埔比华里山别墅 设计师用了9个月的时间装修 装修费达到260万 相当于一个小单位的价钱 这座位于大埔比华里山别墅的样房 建筑面积药膜2700呎 楼高三层,每层建筑面积大约900呎 地下这一层是客饭厅 设计师说原积设计在一进大门就是饭厅 不过原本楼梯的位置令饭厅显得窄而长 令单位失去豪宅气派 于是向屋宇柱申请改动楼梯的位置 将部分伸延去客厅那一边 隐藏在电视机柜后面 加上饭厅的墙身 装上一条条直身的清镜 有助增加整体的空间感 这幅玻璃镜另一个特别的地方是 中间其实结合大大小小的相价 可以随时更换相片 保持室内的新鲜感 客厅那一边的傢俬和装饰 都以深色为主 连电视机背后的墙身 都是黑色的云石 它已经有了一个胶楼标准的 白色的人造石材做地下 而我们的天花设计 都是以白色为主 所以我先这么大胆 今次用这么深色 用了这个石来做这个feature wall 因为它没有令到 房间的光线减弱了 反而可以在客厅里 建立了它特别的云石的石质 令到房间的icon就在这块石墙上 刺计师说 这种石材属于最优质的A级 A级的石其实最主要是 看它的木纹 天生的木纹是否漂亮 如果天生的木纹 没有断裂的感觉 没有太多不漂亮的颜色的根 就为之优质 电视机旁边的吧桌 用的是同一种石材 令到整体感觉更加贵一 这种A级的环石 起码要300元一平方尺 比起一般7-80元尺的环石贵一折 电视机背后近楼梯一边的墙身 铺上的墙子是特置设计 令到室内感觉没那么单调 设计师刻意为室内不同的墙身 选用不同款式的墙子增加特色 二楼偏厅用的是淡黄色暗花墙子 全屋用了9个月时间装修 装修费达到260万 不少材料都比较少见和矜贵 屋主妹妹的房间除了有纯紫色的墙子 床头用的是类似马赛克效果的墙子 其实是有一些类似马赛克的感觉 这是一个法国设计师的作品 它做了一个像桃花的效果的pattern 做了一个闪力的效果 这一类墙子由法国入口 每平方尺要40多元 铺满这个床头就要2000多元 睡床旁边的长身一组长阔不一的吊柜 可以给屋主妹妹摆放深爱的装饰品 这房间由原来两房打通而成 有肚子之外 也有衣毛巾 位于三楼的主人房 有落地玻璃之外 也有天窗 为室内引入更多的自然光 房间以白色为主吊 床头用的是南白双间的软箭 以及灰镜 而不是墙子 不过与客厅一样 这里电视机的墙身 用的是A級云石 同一层另一间书房 感觉就比较平实 地面是一个个 以白杖木式面的储物柜 铺上床前 便可以变成一张睡床 一物两用